私立教育理事会将采取新的措施 加强对私立教育学府、学生权益的保护 并提高信息透明度 在新的措施下 提供他校颁发的大学课程和相关的预备课程的私立教育学府 需要参与理事会的私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并在校内发布调查结果 为学生提供更透明的信息 提供这类课程的私校 也必须获得四年的教育信托认证 以更有效的保障学生的利益 目前已经提供校外学位课程 却还没有获得教育信托认证的学府 必须在2018年6月前获取认证 而他们最迟需要在明年6月之前提出申请 此外当局也为所有的私校定下最低的财务标准 新设立的私校学府需要有最低10万元的角足资本 私教理事会也规定 所有的私校业者在招收没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新生时 需要设下最低的学术录取标准 供报读生参考 对于有工作经验的成人学员 私校的录取标准可以灵活处理 但必须要提前获得理事会的批准 各位在乔杨栏根中仰